蒙面男子拦路推人 通火挥舞棍棒追赶 一个重心不稳 有人当场跌倒 21日在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 巴勒斯坦农民众树遭以色列屯垢者攻击 一旁外籍工作人员也遭痛殴 连乙军自己都出声谴责 表示曾派出士兵对空鸣枪赶跑攻击者 嚣张行径全被拍下 以色列屯垢者攻击甚至杀害巴勒斯坦人 早就不是第一次 双边更因以哈战火加深矛盾 位于约旦河西岸这块5800平方公里的腹地 将近300万人生活在此 在以色列军事统治下避临而居 但多年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以色列官方睜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饱受国际批评 澳洲政府在当地二十五日 首次针对西岸屯垢者暴力 宣布对七名以色列公民 施行金融和履行禁制令 并对当地涉嫌参与施暴的青年组织 实施金融制裁 国际法庭日前裁定 以色列对西岸等地区非法占领 要求撤离 但裁定不具实际约束力 反遭以色列总理回呛说谎 声称以色列人在当地合法性 无可争辩 这里究竟是犹太人应许之地 还是巴勒斯坦人家园各有立场 不知道何时才能叛道和平共处的那一天